我們也不是 小郎君小娘子了 我的心情 我也不信你不明白 不過你不用擔心 我不著急 等到什麼時候 這個酒樓的事 都置辦妥了 咱們再慢慢分說也不值 你就發夢吧 誰要跟你慢慢分說呀 我過冬季 未盼一絲花起 小春風如何執迷 誰的呼吸 拿我冰冷心底 泛起了一層漣漪 也許夢中 藏著某個身影 輾轉過多少回憶 哪怕一生 為愛更別流離 願隨你 看雲淡風起 別怪這宿命 這天意 這造化無盡 更憑紅枕來去 像一場遊戲 賭上我自己 一顆心 也不可惜 交換我一生 所有 歡喜 快到眨眼就出票 訂火車票 就同城 同城旅行 邀您收看孟華路 精選A級軟脂大力煤 統一青梅綠茶 邀您觀看孟華路 修立客王牌修紅色修精華 邀您觀看孟華路 這會兒啊 四孫怎麼還不來啊 大伙都快站立一個時尚了 你也知道我們等的是四孫啊 怎麼著啊 才佔這麼一會兒功夫 站得腿打肚子了 傳出去丟了我們黃蟲絲的臉 我還得審犯人哪 是啊 我還有工人要看 還有好多公務要處理的 那這樣啊 你們有事忙你們的去 一會兒頭來了 我告訴你們 好 行 走走走走走 別說啊 就是個倒半天啊 真是白頭 走吧走吧 老天爺啊 都說這新冠上這三把火 他說你不能第一天 就把我們晾在這兒啊 好 好 好 一朝天子一朝臣 一任主觀一條鞭 勿貪 勿騙 勿夫也 勿貪生 這是我在南牙定下的規矩 以後 也是黃蟲絲的規矩 謹尊私度的訓練 是黃蟲絲的規矩 光聽清楚沒有用 要能做得到 各位 我不是雷司空 我是火焰魔 都忙去吧 好 好 我 好 約我 你是大門的規矩 很喜歡 說 我認識的 跟你一樣 都你愛做了 等我的膜 別做了 這裡 付你了 那个财妹叫一个难吃 怎么 不行啊 我还以为您要找我升官呢 我是能不知轻重的人嘛 就算我跟着您 安前马后寸功为力 我也不好跟您讨官啊 滚 厨子的事情还要过来找我啊 自己解决不就好了 细思遵 遵律 这是什么 这是吏部转过来 让我们协查的文书 劳烦您抽空的时候看一看 我要的是花团锦簇的文章 居然拿几句破诗就想顾虑我 你这个炭花棱 不会是个假的吧 我觉得也是 这些诗我都会写的 听见了吗 咱们 在下 都是为您考虑 您想 这夏宴上的诗词歌赋 都需要您亲笔提出来 这师父越长 越费您的精神不深 好像说的也是啊 那你就 再给我拟几条对子出来 我要千古绝对的那种 能让我在文坛上 一鸣惊人的那种 好 是 好好地给我捉刀 只要我这回 能在夏宴上大出风头 我保你能见到我舅舅 报一些事 是 走 人家 至于 珊瑰 次去取吧 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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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获罪者,自督巡箭室召见,行者以下十余人,解除流行 我问你啊,你当时是怎么知道那箭上是有多没毒的? 从小跟军医学,因为我爹在宁边军做督巡箭室 每一次带军出征回来,都是我跟我娘帮的 陈连,陈连 疼 马上备码,徐李普 是 站那么远,嫌我临得还不够事吗 有位老官人找您 柯相 在这里等我 恩师 不要叫我恩师 老夫 当不起 老夫奉命离京他任,途经此处,听说你在这围观,特来探望 哼,没想到啊,整个西京城,人尽皆知 你为了讨好妖道,竟然做了他外甥的亲客 老夫真是瞎了眼,在万千俊杰当中,点了你这个,甘为伤骨着刀的炭花狼 恩师,您听我一言,学生思绪,实在逼不得已 学生,自有读圣贤书,有体会苟同怪地乱神 但是如今,学生记住黄恩,寻风报一道长 一日不能回京复命 便是永父黄恩 这个差事,不是你求来的吗 不是 学生,是被刘侯陷害 学生曾以高飞之内置定混,刘侯素来和高飞不和 便故意找人伪装成高飞亲信 在学生将要觐见官家的时候 故意通传 要求学生,在官家面前,必要赞扬道家 学生无知,受信蒙验,才误领了公关关一致 可后来,高家嫌恶丢脸,便逼我毁婚 学生只不过是迟疑了一下 便为他们屡瞎侮辱 来到西津之后,西津珠关 背拒高家势力 不仅对我处处冷遇,还百般刁难 你居于学生,穷困潦荡 还一度只能在破庙里骑身 最后,不得已才在拳脚之下 人如回魂 人如回魂 可他们愿是这么对我 我愿是不想认输 行了 你无非是想告诉老夫 你始有难处,不得以而为之 可是欧阳旭 你还记得,陆明宴上 老夫是怎么叮嘱你的吗 士大夫命可折 气节不可折 又牢记这封骨二字 这才是做人的根本 今日,你为了早日回京 可以讨好一届白丁 那明日,你会不会为了升官 而是萧青岩第二呢 白马纸上染上了墨 就再也不会干净了 这个道理,难道你不知道吗 学生当然明白 学生一直记着封骨二字 可谁人是 行了,你不要再舍了 老夫如今也是被点之身 没有立场和什么私的来教训 你刚才说,你手无常物 那我就把你以前送我的东西归还以你 也算了了,你我之间的情分 从今往后,你不要在别人面前 再说是我的学生了 恩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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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方合一 招令各臣笔门不出 钱有为 太监弹指 便约 由北人截略陷外乡民 不得人 乃处 后长事物流三千里 及其曹氏 病女一人 莫冠为奴 所以那个日子查普 我说是黄尘司 你突然之间 对我的态度就变了 就是因为你们黄尘司的人 抓走了我的店 才变成了你们 人人都瞧不起的 间接歌迹 莫为官奴之前 我坐过牢 给不少人上个药 后来到了月银 做了歌迹 就更少不了艾达受伤了 给别人带你 婷子 我尽不留在什么梅里 让你哪里 别人送她 人送她 我尽不留在 梅里 偶尘主 陈杜涛 老大不小的了 还这么顽皮啊 幼稚 你 你看得见我 你又不是鬼 我又不是瞎子 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不是 你的眼睛不是离人三十远 就什么都看不见我 是之前啊 我现在呢 得了一个偏方 好了 孙继布庄 对吧 这什么谁啊 怎么要这么灵 不是 你现在怎么在这儿 你不知道查方下午不开门吗 知道 我来给孙娘子帮点小忙 有劳了 孙娘子 赵娘子 杜夫子 你怎么在这儿 她也能帮着更加大 我来帮她 这么pert 我对我离开 我来帮你 我来帮她 我来帮你 我去厉害了 我来帮你 恭喜你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我来帮我 你帮我 帮我帮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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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你们班正面的茶好喝呀 这是我新做的果子 你觉得哪个最好看 这个最好 这都是你做的 桃花果 都是你做的 我也最喜欢这个 我去找趴着你说点事 去吧 你先看 不好意思 一阵太阳一阵下雨 一阵凉快一阵闷热 真是没想到东京的天气 这么难熬 就这天啊 至少还得热四个月呢 你们头最近怎么样啊 有些日子没他消息了 你帮我把这个不屑身机引 带给他 好嘞 我们头啊 这一段是忙得不可开交啊 毕竟刚上任吧 那个雷静留下来的狗腿子 够他费身一阵子的了 还有那个 吏部大理寺开封府啊 一堆事找他 我看他这两天 全部都在六部跑 那个 有两天没回他自个儿家了 不过 潘儿姐 您放心 我们头呢 惊喜事特别地好 这吵起人来啊 这中期一回比辉足 那就好 本来还有些事 想当面跟他说呢 现在看他忙成这样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能见上了 这 什么话呀 你说要是一般的 这个跑腿办事吧 我这个黄成是坐前第一人 八成能替您给办了 可这要是情话嘛 人家还小 就不方便帮您哦 你 你跟他说我要开酒楼 钱不够 让他给挪点 得理 您放心 夫人犯话 顾皇城眼看不错 快快快 潘儿 长风说了 这七书上 还是有一些 不妥的地方的 等着啊 我下来看 三将姐 我走了啊 潘儿 这儿 这儿 还有这儿 还请杜夫子指教 赵娘子 是这样 这望月楼拆办一千两百关 确实是桩不错的买卖 可这投金五成 余者五日内交轻 这就有些风险了 毕竟也不是小钱 还是应该稳妥一些 一般按照行规来说的话 都是投金三成 余者一月内交轻就行了 这事我跟望月楼的老板说过 可对方咬死了不肯再让步 所以又只能这样了 但是 对方如果出什么幺蛾子 我倒也不怕 就是 要是他们敢骗咱们的话呀 就算他跑到天边 也能被黄承司的人给逮回来 那这顿技术就没什么问题了 有一些欠家的地方 我已经改过了 多谢 有句话 不知当讲不当讲 一千两百关 也确实不是小钱 你们刚来东京 才开店几个月 能一下子拿出那么多吗 你当我们是财神娘娘下凡了 我们手上的钱 加上这间茶坊 最多也就值七百关 剩下的钱 就要靠潘儿未来的官人出来 未来的官 恭喜赵娘子 恭喜什么呀 这不还多亏了你吗 要不是你当初啊 非得闯到我们客栈里来呀 逼着潘儿当那炭花的妾 潘儿如今也当不成高明夫人呀 高明夫人 那 难不成您的夫君是 无品哪 比欧阳旭的八品还高 对 你羡慕吧 怎么了 怎么就摆出这副样子来了 我说的是欧阳旭 又不是说你 欧阳旭是你的朋友 潘儿一样也是我的朋友呀 难不成潘儿当了高明夫人 别人当着我的面夸她 我就会满身不自在吗 不坏 不坏 你呀你就是爱想些有的没的 所以当初呢 才会在官家面前丢了脸 还有啊 西市眼不是已经治好了吗 怎么现在还是寒雄驼背的 你看看你这身衣服 又旧又皱的 哪里有点当官的样子 你几品 我 我没品啊 你没品 算了 算了 没事的 没事的 会有的 我相信你未来 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品的人 见您几言 那 那我就先走了 你等会儿 潘儿给你留了两副果子 我给你做的 不 不必客气的 追剧吃零食 就吃王小鲁虎皮凤爪 神仙姐姐们都爱吃的 神仙凤爪王小鲁 邀您继续观看 《梦华录》 熬夜追剧 五剧眼闻 一眼年轻 潮一再现 科研室子部A眼霜 邀您观看 《梦华录》 诶 你等等 诶 这个拿着 这两天啊 边天跟番书似的 有语挡语 美语遮阳 东西啊 三 孙娘子 还有什么事啊 我今天 算得上是帮了点小忙吧 怎么 潘儿给你的这盒果子 你还嫌不够啊 够够够够够了够了够了 够了够了 我的意思是 你能不能也帮我个忙啊 你刚才不是说 我这衣服又旧又皱的 这确实是没办法 我家里娘走得早 也没有一个可以管事的妻房 所以这衣服啊 鞋帽啊 都是我平时自己忽乱对付的 我 我 我就在想 你刚才说我那番话 震龙发溃 我 我确实应该弄两件新衣裳 好好收拾收拾自己 但是我吧 也不太懂什么面料啊 裁缝啊 你这意思是 想着让我给你做身心衣裳啊 不不 绝无此意 我 我的意思是说 你能不能陪我到成衣铺子 买两件成衣 我这个眼神也不太好吧 我老得举着那个水晶片子 我不太方便 你少糊弄我 好歹你也是个近视 就算家中没有娘子管着 那 那丫鬟啊 仆妇啊 总有的 还能短了你衣裳穿呢 我家只有男仆 别说那丫鬟仆妇了 我家连只母亲都没有 我看你今天也没什么事 要不然咱们就现在去 那明天吧 我一会儿还得帮忙盯钱的事 那行 那说定了 那就明天啊 明天进 老弟马上就不不见 快 不不许反悔啊 以前是个熊沙子 现在是个熊呆子 送我给我 我带走 他给的不些印给你 钱给我 陶 你怎么了 陶 眼圈这么黑 昨天晚上没睡好啊 你可千万不能让潘儿姐看到你这个样子 不然她肯定会心疼死的 她需要多少钱 这个她没说 您自己看着办吧 人潘儿姐总不好意思直接问您要多少吧 不过这望月楼的一半 怎么着也得一千五百罐啊 我现在手头只有两百罐现钱 这样 你拿着我的印心 到后面的库房 把钱取出来给她 觊觎的我自有安排 行 我放牙就去 对了 陶 有句话潘儿姐没说 但是我想提她问您一句 您什么时候稍微才能困闲一点 您去看看她 也解一下她的相似之情啊 您总不能让她一个小娘子 不 大娘子 成天自个儿操心成分的事不是 她现在一枚心思都在酒楼生意上 一时半会儿 应该没工夫管这些 有道理 这潘儿姐啊 天生就是个干事业的人 没准等你们成亲之后 她比你还忙呢 十尊 宫中官家传照 可以吗 是 北史来今 以常山郡王业力宗盛 为主史 如今啊 北主无子 兄弟也都早亡 虽说这宗圣 是一个皇旨 但却也是 离地位血缘 最近之人哪 据说此人 颇有城府啊 所以 正欲以雷青 散围勾当 博姓索 借下正事 遵旨 顾卿服阵 臣遵旨 此人 文武双全 与顾卿应该相得 接班之时啊 务必 不要漏了痕迹 只要不涉及你 他想去哪儿 便让他去哪儿 重要的是 观察他的品性 和爱好 臣定不负官家所望 好 怎么了 小顾 瞧你那一脸 不高兴的样子 这回可不是 某家推荐的你啊 是宫中圣人 听说你救肖像立了大功 又记起上回江南案里 替他清查工绩的事 这才像管家说 把这份大大的邮差给了你 你可得心里有数 谢神少龙闻 下官没有不高兴 反而因为此事 可以远离城中纷扰 而心中深暗 小顾最近难道有什么 不想见的人吗 并没有 下官有事先行告辞 明日再来选中 会同度职公干 是 司公 告诉你主子 就说 信不如命 是 前两百官 是啊 我们桃手手上一时没这么多现钱 不过他说后边的他自会安排的 那个潘儿姐 您就放心吧 我们桃这段时间得陪着北使 事关国家 那他当然行动不自由了 不过他也有空啊 一定来瞧你 好 谢谢 可我这么客气干嘛 那就先走了啊 慢走啊 快 潘儿姐 怎么没看见赵地呢 赵地出去 他去郑家铺子买灯油了 你找他有事 没事 没事 我走了啊 没事 没事 没事你跑那么快 慢点 我厨房给你留了果子呢 我不吃了 姐 我 我不吃了 当心 刚才吓死我了 我以为顾千帆 只给咱们两百罐呢 怎么可能 他早知道 咱们这几个月 挣得就只三百罐 这里还有尹章的三成 要不是顾千帆说 开酒楼就要开个大点的 钱不用担心 我哪敢去看王爷了 你瞧 让你现在这样子 就差脸上写几个大字了 我官人 正能买 不过他刚才说 日后自有安排 也不知道 那是哪一天 我心里 真是没得顶 没事的 反正现在 望月楼的七书还在写 肯定赶得上的 那就好 你也别怪我总盯着钱 我也不是不相信 你们家顾千帆 只是好家伙 这一千二百罐 那么多钱 我这辈子都没见过呢 我以前还发梦啊 想着有一天 此方出息了 要是能拿出五百罐来孝敬我 那我就死而无憾了 谁能想到啊 才半年 咱们都能在东京 买上千罐的酒楼了 那以后我们的酒楼 要是值万罐 你可不得乐成仙儿了 那等人了 快把钱收啊 还行 两件衣服呢 老板要了一千四百钱 我又添了两副金子两双鞋 让他凑个整 一千四 一千五百钱 我刚看着那老板都快哭了 虽是你的钱 也得省着花 你太会吃家了 人家铺子里是有厕子的 以后你就不用上门去挑了 每逢实例呢 打发个人过去 自然有人从头到脚 给你置办好了 送过来省得麻烦 不不麻烦 你陪我挑衣服我放心 等酒楼开了 我只怕是忙得脚不点垫 哪有那闲工夫理你 我等你 只要你愿意跟我出来 什么时间我都愿意等着你 你不会说话 别学人瞎说 省得人家拼了误会 我没瞎说 我说的都是真心的 人家喜欢你 你急什么 你心虚什么呀 老板 给我来玩水 喂 我 我 我也来玩水 好嘞 他要一个荔枝膏水 我要一个豆水 好 上回听你说过 你爱吃荔枝 来 来 来 你当真没娶过媳妇 怎么这些路数 一套一套地这么熟 你真是骗到我头上来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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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骗你啊 我是不知道 我算不算真的娶过 你 你看我头三十好几了 长得也不算是天残地缺的样 要不明明给说过亲吧 说出来你肯定也不信 其实我有过一门情事 虽然大定都过了 但是 过我们之前半个月 女方得疾病走了 他们都说我客期 就一直一个人做多到现在 这人生啊 神明几个坎儿啊 我不也被人修过吗 大哥 二哥 马子哥 大家都一样 对对 都一样 所以咱俩还挺配的 挺 挺像的 挺像的 你胡说什么你 你慢点 你慢点 其实你的事啊 我都悄悄想中提打听过了 你 你 咱俩也都不是小郎君小娘子了 我的心情呢 我也不信你不明白 不过你不用担心啊 我不着急的 等到什么时候 这个酒楼的事都置办妥了 咱们再慢慢分说也不止 你就发梦吧 谁要跟你慢慢分说呀 我搬水钱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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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要你的钱呀 你 你先别走 我就请你喝杯水嘛 我就请你 到这房 三娘 三娘 你等等 我就请你喝杯水呀 你 你别跑那么快 你给 给你钱 给你钱 我 不要 哎呀 你你 你 你 吗 我cause 我没有 industry 是不是 给你reiben过看的 听悉悄这儿 我也不知道 没辟 一言anged things 我说完 我说常过这儿 在大强中情 叫你还敢跑 叫你还敢 放开我 你信我 让你信人 你放开我 住手 放开我 让你信我 让你信人 你放开我 你谁啊 你凭什么打人啊 我是他娘 刚才多谢你指路 你稍管闲事 你 你跑啊 你干什么啊 你面具啊 不是招递他娘 我过去看看 我到处一打天 我就知道你在哪块儿浪啊你 放手 晨霖 是你给他指的路啊 我没有啊 她是你娘 有什么说清楚 这母女之间没有隔夜的仇啊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我全家人都死绝了 我的事情不要你管 你说什么呢 你还敢撤我死 看我不打死你 你这 你 你给我 住手 张剑 你没事吧 你讲点道理 她毕竟是你娘 谁跟你讲道理 谁让你都管闲事 你给我滚 你干嘛认不喝乐啊 就跑了三个地方才买到的 你买的东西 我就一定要喜欢 你觉得对的事情 你就可以管 你以为你是谁啊 行 小爷从今天起 要再跟你说一句话 不是 是 没人管你了吧 放开我 你不要走 你 你还敢揣我 放开我你 你没人 你干什么 放开 抓住 抓住 还有你好大的胆子 起来 摔碎我家娘子的郁观音还想跑 什么郁观音啊 你还在装啊 你谁啊 你干什么 我是她娘 她娘 站好 走 一块儿陪 走 不是 你干什么 走吧 抓回来了 先拎到后院去 打二十个沙威棒 好嘞 你在这儿待着 走 跟我挨打 走 你是她娘 那你替她还钱吧 只要钱到手 我也不一定非要伤及性命 别打了 那座郁观音 是顾雅内给我的礼物 这个千金难买 你要是 看你这样子也不像有钱的 你赔个五十罐意思意思吧 五十罐 我没有啊 你就少讹人 我讹人 娘子息怒 别和她一般见识 她要是敢耍赖啊 我现在啊 就把她扔到后院的井水里 泡她一晚上 明儿早上再送官 你以为我们这是什么地方呀 在这儿大喝小叫的 我们院子里的行手 是教方的宋大娘子 相爷见了都得敬着 你算什么东西啊 老婆怎么会说话 贵人饶命 贵人饶命啊 她爹 把她嫁给林孙的齐大仙的时候 才收了十罐钱的彩礼啊 你就是把我们全家都卖了 也拿不出五十罐啊 这个死丫头啊 她不嫁就算了 她还偷偷跑出来 她老公子这趟 就是来抓她回去的 谁说想 她还闹出这等祸事啊 谁关你的破事 我只要钱 三年 走 到井水里 快两个 别别别 别别别 我把那个死丫头 卖给你们吧 不要钱 写成奴婢就行 让她给你们做奴婢 她虽然年纪小 长得还行啊 接几年课 这五十罐五十罐就赚回来了 您可真是她亲娘 我不要 不要 不要 都给你们 我不稀罕她 写奴婢去吧 走啊 哎 走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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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价钱我不要了 可是我这来回 花了不少盘缠 娘子好歹赏脸吧 不然她附加来闹事 不也是给娘子 你们添麻烦吗 你要多少 五罐 行 五罐就五罐 哎 钱获两清 生死无关 不过我们这儿没献钱 三娘 带她去吃鸭内了 吃啥 我们东家 东京十二行总行头 吃鸭内 行了 我带你去 走啊 我带你去 生病区看医生呀 找我干什么 雅内 好好解 这就算是夫人了 您就是台阶就赶紧下网啊 男人的面子大过天 你懂不懂啊 活该 谁才敢挣我的鸟子 他不亲自过来求我 哭着跟我认个错 我这辈得不会理他的 是 瞧姐妹 这就是我们东家的宅子 你拿着这封信进去呢 他肯定 马上就把剩下的钱给你 说不定还能 多赏你几个 好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一种 萧瑟的模样 似月光落在 迷人的 欣赏 欲 江河 如何 向往 风吹过 岁月的 熙攘 云 探阳 光落 青 空 雨 想 回忆的角落 是几般 忧伤 宿 不管 悲欢 一场 怀着怪 这 只 断 整 厉 熙 彪 为你 蕩 风月为你痴狂 谁为你不惜时光 等地老 等天荒 等梦天在归望 笑看所有草草 只字 只数 不负思量 等手也为对方 参清了波光 再陪你去看那 细水流传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